老師,您好,我想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要講到說,就是你們特別寫了一些邊緣的議題來幫他們查身,那我想知道就是,因為他們就是很邊緣,你是從何得知這些邊緣的議題,然後還有,那這些就是我要證明這些邊緣議題的資料,像其實很多政府資料,他的行政區可能他都只做到某一個行政程序,那如果你要去證明這些比較邊緣,或是比較偶像僻壞的問題,那你要怎麼做? 找到那些資料,然後第二個問題是,你覺得台灣人為什麼會有健忘症,就是對一個議題好像只熱中了一下下,然後之後就好像沒有關係,其實第一個問題很容易回答,因為很多人會跟我報案,你就不斷地接到很多人跟你報案,真的喔,真的,因為他們覺得,覺得你只有你可以救他,當然這也造成我很多回答, 我就每天都有人跟你報案,那你到底要怎麼辦這樣,你就是會有很多訊息知道這些事,那通常我接觸到這個訊息的時候,其實有時候你會管某事不管某事,那真的都是緣分, 就像我剛才講到永陽那個事情,就會突然看到一個判決書,就會覺得法官文筆又很好,寫得很好,你就開始覺得說,這事情想要去知道一下,那我通常會怎樣,就會先走去現場,然後跟村民做一些訪調,那這邊是怎樣怎樣,然後知道以後你就會去找資料來看, 那其實最基本的知道就是,你會去查什麼,環評書啦,網站上面都有,環評書是怎麼寫的,然後是怎麼寫的,從中間看到一些奇怪的事,然後當然,有些運動是必須要,你看他講到環保團,有些你會發現,有些事情你會寫得很精彩,那其實就像那天日本打,日本跟中華隊打一樣, 其實你碰到強的對手,你也會變得比較強,所以你如果那個議題有一個比較強的環保團體,再挺實,基本上你的報導也會變得比較精彩,那你看中二世紀寫到畫面好像沒力了,你就會發現那環保團也在亂搞,他不曉得在幹嘛,他也打不住個水,那你也沒辦法做什麼,那就是說,你會去看東西啦,那很多東西會觸動你的心,你就會繼續去做, 你會覺得說,那黃明虎怎麼這樣子過的,不對啊,你就會開始去找那個線索,慢慢就會知道那個事情,那你要不要決定深入報導,那真的有些事情是互相的牽引,有些案子你就會跑到一半不見了,那我現在年紀大了就會歸於你,這是緣分,只有,只有,只有人只能做人的事啊,只有那個上帝能做上帝的事,所以你就做你該做的事, 那有些影片一直吹在吹,你看中二世紀,我那天,就決定要跟他分手了,因為他耽誤了我四年青春,你四年來,你就是不斷的有一些事情,牽著你的心,一直一直拔,那有些案子你就跑到一半,欸,斷掉了,沒有積蓄,那總之就是說,你會一直做的案子,就是他會觸動你的心,那你不斷的線索出來,你就會去catch那個線索,不斷的追下去, 嗯,這樣子,對,那另外你就說那個,另外是什麼? 另外是什麼,這是你們,健忘真,對對對,我,哈哈哈哈哈哈,你一直講我嗎?哈哈哈,你有ㄧ簽訪文卻,真的欸我覺得,我以前會覺得,因為我以前的,以前的目標,是要當生體學員的,齁,所以你會覺得你的體力消耗是,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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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像,一樣,像,一樣啊啊,像,像,像一樣一樣啊,這樣啊,我那樣子,那時候說那個,就是,像,像這樣啊,這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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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另外你就會說那個,那個另外你就說那個,另外是什麼,另外是什麼?這是什麼?這是你那個?這是你那個?老千元? 运动对不对 其实后来我发现不是 那个脑力运动也是很可怕的 你每次写完一篇稿子 你都觉得哇 怎么刚才吃饭都好饿 不是只有我有这种感觉而已 都会这样 所以年纪大 其实也不太适合做你胸膛了 所以觉得哇 那个体力消耗好大 对 好健忘症 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对环境态度 我们对环境态度 没有养成你的基本的东西 你如果有机会去那个捷克 布拉格 你会发现你到人家里面去看 哇里面每个家里面都空空的 为什么会很穷啊 可是呢他们会少干净 然后呢这些人在干嘛 他们做工作完了 晚上去听音乐会 你看那个布拉格 那个音乐会听得很漂亮 我觉得那个就是整个社会 那个文化素养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对那个环境的 我讲环境态度 那个环境态度是不足的 如果环境态度有 我今天是友达 我今天在去社场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我这个 实在这边水不会影响人家 我觉得那就是态度 环境态度 那比如说我刚刚讲那个七国雷达 那个雷达站 他当然可以跟你讲说 我当时没有规定我要做环屏啊 你也没有规定我要跟你做说明会啊 可是你雷达就踩到了一家门口了 你如果有机会去南部看那个高压电脑 就发现那个房子 你家打开大门前面就有一只电脑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没有法令的事你就可以做 当然就是环境态度嘛 你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你会因为说 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我的高压电脑会影响你 所以我法令有没有说我不能设在这里 所以我就设在这边 所以我觉得那个健忘症的前提是 你没有建议那个比较完整的环境态度 你今天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人家 你会不会怎样怎样 那如果大家都有那个就像日本 我会住在日本吧 有时候去看他 只要到晚上八点他就会叫你讲话小声音 他们家小孩刚起困难 为什么 他说八点的话你就要休息了 可是你就发现我们台湾 哇半夜十二点 哇他们在看卡拉OK 他很大声 我觉得 这是我觉得那个态度态度的问题 要我回答你吗 然后他另外一个比较震惊 当也不是不震惊 比较震惊的回答就说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记者还是环保团体 他在做一个案子的时候 他不能说啊赢了赢了 然后接下来就忘了 其实没有输赢 不是说你今天赢了 吃紧就赢了 就像药本权老师常常讲 他说没有人是运动的终结 就是你的进步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你英文很好你永远不够好 你很瘦你永远不够瘦 你这辈子永远在做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减肥一个就是全英文 可能到你那个七八十岁 你都在担心这件事情 你这永远没有做得更好的 时候这样 你在讲什么 我听说其实 大家不要把那个成败看得很重 就是我今天这个案子成功了 成功了大家就 国光石化一宣布车案 大家就很开心 哇 整个都瓦解了 哇 好开心喔 我们今天打赢了 过了过一年 人家又提出一个石化侦测环品 哇 台湾不能没有石化业 什么什么的 那你那个力道就打不下去了 还有就是 你刚刚讲华保团体 其实我也蛮白目的 其实你会不会觉得脸书 是一个很相悦的脸书 就是同质性很高 就哇 台湾不要何能 按赞按赞 今天有什么 人在开演唱会 按赞按赞 那就只有我这很白目的 你就会上去说 我觉得我们台湾啊 台湾人花太多时间在唱歌了 然后当点字你知道吗 黄泽冰 小竹姐你不会这样讲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 大家花太多时间在 happy 在唱歌 唱歌能改变事情 那大家就去唱歌好了 当然也不能说 那个没有改变 可是 你不能把 所有事情都认为 我们去唱反合歌 跳反合歌 才会就会成功 不是这样 就是你要很多的 运动一起做 不是我每天在那边唱歌 每个人家里怪无情 可是就真的会倒吗 不是这样吗 今天骂好多人 满蛋 没有人问我赚多少钱 我想请问一下小竹姐 就是为什么 那个 这应该不用寄啊 就是 不用去 台湾请你去喝茶 就一定要喝去啦 就是你为什么不会 就是 为什么台湾请你去喝茶 你就要去哈 对啊 对 这个好 没错没错 已经有很多人跟我讲 为什么台湾请你喝茶 一定要去 可是台湾请你喝茶 你能不去吗 哈哈哈 我就是说其实 其实他他某种程度想要 想要跟你做朋友 那我刚已经讲过 记者要站在中间 那你如果今天拒绝不去喝茶 那你等于就是告诉他 我就是跟你站在对立面 可是你记者要跟他 站在对立面吗 对 他还叫我要去菜冠六七 放在前面 那这个我就没有理他 就说他找你去喝茶 基本上 基本上你要去 你要是要去 至少你听听他 你不能排去另外一个声音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说 反合的坐这边 不反合的坐这边 其实你 我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在注意有没有对话 没有对话 你继续反 你继续不反 大家完全没有对话 你觉得这样是对的吗 这不对啊 特别是记者 我觉得我应该要听那边的人说什么 当然就是说 你心中有一把尺 就是你这个人该打几百 你就打几百 而不是各打五十大百 这样 就像我写那个VOC 我保暑跟云先生的吵架 我就骂了两边 然后我猜应该是皇保署长 你这样去骂我 他说 朱小姐 你以为各打五十大百 你就很公认吗 类似这样 他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 听各方的声音 不是说 你如果不去 你就表示 我不想听你讲 我只要 我只要邪我想邪 所以我就去喝茶 就过去喝茶 好 就会帮我 坐 你能够抢